詞曲 李宗盛 把坠落信仰中 远方闪耀最初的光 照亮星逃里的方向 再不会被世界遗忘 给我力量 未向你第一名前 那一丝失望 有梦想也有心动 你最深爱的光 我幻想你就会拥有 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 也能看到那高光 没有翅膀张开 想也能飞 也许会飞得很 拥有不复杂的力量 过期你们的盛情啊 我现在已经不做了 儿子很孝顺 不想让我再挨那个泪了 李 李叔叔 求求你 再帮帮忙好不好 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李 李师傅 我这民宿只能您来做 那我都要问一问 那到底为什么呀 那整个博山 您是最好的工匠啊 这是有口皆碑的呀 别往我脸上贴金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 真不是恭维您 您在这个领域绝对是专家 我这一辈子竟摆弄 那砖头瓦块的 那 那就是专家呀 不是 就是说您是在我们 整个博山是最一流的 是这个意思 我要的就是您这传统的工艺 现在会的人它不多 没有呢 那都过时了 在别人眼里那过时了 在我眼里那是宝贝呀 你们就算把我捧上天 我也不会出山的 我当时是当众宣布 封了袜刀 你得言而有信 是不是 那李师傅 你看看这两个孩子 就是这么求您 看看我们的忠心 看看我们的这份情意 您就帮帮我们 我明白了 对 他明白了 李师傅 既然这东西给您带过来了 我们就没打算带走 是 我们这就走了 我们就走 什么你就走了 什么你就走了 李师傅这么长时间 没干活了 手艺慌了 博山 你们俩说什么呢 他说你手艺没有 不是 你们懂不懂啊 那手艺是经过 长期磨练出来的 都长在自己身上了 那融化在血液当中 就是多少年不干 一伸手就有 你懂什么呀 你看您别生气呀 不是我生气 你们俩这叫激将法 我都懂 你这话要是传到外边去 那犹损我的名誉 知道吗 李师傅 我们就差敲锣打鼓来了 你说街坊邻居都看见了 我们不说 那这些人他也得说呀 只要你们俩不说 那是没有人说的 李师傅啊 您都已经退出江湖了 就别在乎那点名声了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很正常 把您拍在沙滩上 那也很正常 您就当在这沙滩上 晒晒太阳 它养生 不是你这是要什么话 咱们说的是 干活手艺的事 怎么跑到沙滩上去了 说白了就是我儿子 让我歇一歇 行 老爷子 那您就好好歇一歇 我们就不打扰了 但是有一句话呀 我得跟您说 等回头 我这民宿建起来 这工匠的名字 可是要刻在基建上的 到那时候 您别后悔啊 这我后什么悔啊 跟您说句心里话了 自打我来到博山之后 我就没打算回去 我就想扎根在博山 这是我做的第一家 回头会有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我在这一片 我做个连锁 每一座建筑上 都要刻上工匠的名字 哪个工匠不想名垂青史 您也说呢 您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留不留名字 我倒不在意 我已经宣布封山了 要是要是再出山 恐怕人家说三道四 这有一个面子的问题 不是 您这个您不用担心啊 是我们 我们两个小辈 两个晚辈 来盛情邀请您的 实在不行 我们给您磕一个都行啊 不不不 好吧 既然这样啊 我有个条件 其他的工匠呢 我来找 我们都是一起干活的老朋友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工啊 越快越好 对对对 那我得当面跟他们把你这个情况说清楚 咱明天就开工 那太好了 您放心 工钱绝对不会少您一分钱 比市场价再高一价 一言为敬 我 我是不该发脾气 但你也不至于吧 一个大男人跟小孩似的 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懂事的 你说我跟领导啊 说实话 他不是为他好吗 你看见没有 现在不理我了 这不都怪你吗 是让你嘴上没把门的 我跟那几个途径都解释过了 解释过了 有用吗 他们不信 你 说 听声来了 听声啊 你好 你不忙啊 我不忙啊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 过来帮帮忙忙吗 这技术上不行 咱能出体力吗 对吧 每次都麻烦你 真是不好意思 你老说这客气话 忙着我 我来帮忙 不不不 这活你 你你你 你干不了你 叔 我上次送你那两瓶酒 怎么样 太好了 绵柔 可口 不上头 那回头啊 我再给您送两瓶 不不不 叔可不是这意思 叔那意思是 主要想夸夸您 说你这孩子 懂得人情世故 对了 您太客气了 笑语也在呢 在呢 这孩子 我这命啊 早晚得让他拿走 你说什么呢 唐的情生的命 没事 别说 那我去看看笑语也行 你没事吧 少女啊 你干嘛呢 生哥 我画设计图呢 喝点水吧 不用吧 那这样 笑语啊 你啊 拿这瓶水 去给叔叔喝 笑语啊 叔叔到老远 跑过来帮你干活 还不是因为心疼你吗 是啊 叔叔有时候做事欠考虑 那还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我也没怪他 你不怪他 你得让他知道呀 我去 听话 快 你去 你叔叔喝 去 郑书记在吗 老公 你怎么跑来了 学生们都去补文化课了 我这体育课没人补啊 再说了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过来 胡扯 你干吗呢 你闲着没事过来看看 你看啊 我呀 最近啊 在这边拍了一些视频 我想把这博山的 旅游啊 美食啊 美景啊 通过这网络给他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博山 对了 你现在把这所有精力 都放这村里边了 那有些国家大事 你是不是也得关心一下 我看新闻了 现在为了减缓这个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啊 国家已经放开了二胎 咱俩连一胎还没成出来呢 是不是拖国家后腿了 我是听明白了 你想我呀 是假的 生孩子才是真的 那我妈年纪大了 你想不到孙子吗 再说了 咱俩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孩子 你知道学院那帮女老师 都怎么说我 那女老师怎么说你的 说我这体育老师中看不中右 没准是不孕不育 你过来 我看看 我看看 怎么了 看这面相 还真像是不孕不育 你还去你呢 行了 材料也买完了 事我就办完了 我带你去见笑语吧 看这几乎很好 你不挺让男人期待的吗 你是不是想 这个时候你去找他 你不情的人 他披头盖脸的骂你吗 而且你心里都有数啊 我那气消消再说 要不这样 我开车拉着你去见一下笑语 你不用哄他 你俩见一眸不就自然好了吗 你停车 停车 你干吗啊 你干吗呀 你一天都晚了 你说你 你说你一天叨叨叨叨叨 你怎么那么烦人呢 你不安好你自己事就玩了吧 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呗 我懒着搭理你 笑语啊 喝水 不会叫个人哪 你喝水 白白 你喝水 我没怪你 这不是跟你撒娇呢嘛 我就知道这个家里你最宠我了 那我不跟你来劲 我跟谁来劲 是不是 你是我女孩 你在外边受委屈了 这当爸的能不管吗 是啊 我知道 那个郑飞没打问你吧 没有 那郑村那是会不会变呢 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叫上这几个炉匠了 去镇里找他评评 对对对 千万别 别再搞事情 来 人比人哪 气死了 看人气是吗 以后我离那个许晗远点 许晗他就是好心办坏事的 他 他不是为我着急吗 他好什么好 这孩子一度哗哗肠子 我跟你说 你得清醒点 算了 不提他了 提他晦气 传言 这事听你爸的 你嘗嘗 想我的呀 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你哥 你是我妹妹 就是什么可误会的呀 就是我爸的 算了 但我没说 来 谢谢 谢谢 我坐吧 坐 来来 放这 jogo 来 来 快 快 行 请坐会儿 东西不玩了 没事 一会儿再来睡 好 想起许晗 我会生气 会失望 但我偏偏总要想起她 我会被她的好心感动 却又不能忍受她的幼稚 岳飞 杜笑语 为什么你不能懂我 我的脾气是有些暴躁 可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还至于用琴声来亲我 算了 我的民宿 明天就要开工了 这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我的人生梦想 当然 你们一样重要 儿子 到那边别苦了自己 咱吃点好的 那边那么乱 有热闹啥的 人多的地方咱不去 什么爆炸撞车那个 听着多吓人呢 是不是 儿子 还跟你说话呢 那什么 你听着 我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啊 到那边 把微信QQ你都打开 咱们平时还能试视频 聊聊天啥的 我听见了吗 我说孩子他妈 差不多了啊 你说你这一路 细细叨叨说了多少遍了 我怎么了 我呀 哪句话说错了 别说了 儿子 这次回去 咱转机找个对象啊 不找国外的 留学生里找一个 我不找 你怎么能不找呢 你找一个能照顾你 这我就放心了 行了 行了 过了啊 干嘛呀你这是 你干脆让你儿子在那边 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妈多好啊 你说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找对象怎么了 找对象 还怎么了 你不想想 孩子上学期间 读书最重要 你还劝他搞成对象呢 是 搞对象咋不重要 上学重要还是搞对象重要啊 我跟你再说一遍 上学期间 读书最重要 那你上学的时候 咋还搞对象呢 你还说上我了 就好像你没搞似的 你看 妈 你也早恋呢 听你爸胡说 你说你当海蛮说这干啥 爸 那男的谁啊 我 后老回了 找个碎嘴子 你爸这烦人 爸 妈 就到这儿吧 干吗呀 我们要送进去的 不用 我长大了 你们到家了给我报个平安 这样也省得我惦记 再说了 我爸不是有事吗 现在这生意越做越大了 大老板开会迟到不合适吧 听见了爸 老子真长大 了解你老爸了 那是 儿子 我们还送进去 可以吗 那使不得 放心吧 你说你们回去晚了 打电话就晚了 我在飞机上又接不了电话 十几个小时 心都悬着 您不心疼吗 我难不心疼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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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真长大 难得一片小鸡 那就送到这儿去 一路平安 好 就是这样的感觉 自己 兄弟 上来接我 而我好像在买鱼的 昨晚了 你叫我许晗就行了 那怎么会行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出钱我们给你干着活 不是你当然是老板的 这个规矩还是得要有 是吧 您太客气了 你这个图纸 显得不点啊 不是 很抽象的抽象 是我的错话呢 我看着挺深奥的 我还真是有点看不懂 那您这么看就明白 怎么发的 就个晚餐这样啊 你要做什么样的 你告诉我 但是你这图纸 我确实有点看不懂 那行 你就说就行 就之前我跟您说 那种感觉 你懂吗 对 你好像 你说的是要那种 就是你们说的 要什么范儿 那个范儿 文一范儿 乖 它是这样啊 我想要这个现代建筑 和这种老式的 传统历史的这种 柔和的那种 对 对通感 明白了 我明白了 真明白 我说许老板 你这样啊 您真真明白 你别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你要什么样的 你跟我一说我们就明白 都能给你弄出来 明白了 行 我那是没你有文化 就到我嘴上说不出来 但是你这感觉我都有了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不是那我再多啰嗦一句啊 就是这个区域啊 我想弄个阳光法 主要是以彩光为主 回头把它延伸到这小池子里 您别看它现在是个养鱼池 回头咱把它当狐悠 你想象一下 这客人下午的时候坐在这儿 绿水青山的喝点小茶 他多欠你 行行行 你放心吧 我们把这儿干完了 抓紧时间在这儿打地基 但是这个地方你需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上海给你去过 就你东方龙珠上午队 有一个玄镇餐厅吗 回头我这儿也臭义住的 拿来一不用太高 二十多米就行 你看升上去 这客人坐在那上面 看着小风景 吃着饭 我哪儿 不是 上海我没去过 但是我现在看你这个图纸啊 这好像是个大排档 还有住的 这样你要需要 我们给你搭个棚子 好不好 要不说你是专业的 回头啊 这儿我就想弄一个 户外的娱乐区域 就是能载歌载我 唱唱卡 我看你吃个小烧卡 明白了 你说那意思 就跟村里那个小广场了 是不是 就那意思 就那意思 明白了 明白了 他烤的羊串 我这烤龙虾的档次不一样 我明白了 我你 你早说呀 明白了 你给我这个电话 好好好 又这么快就到了 那行 我马上过去 丁师傅 我那边谈料到 我就接一点去 你去你的 那这儿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不是对重感吗 我记住了啊 您忙着啊 我是啊 辛苦啊 各位 花点时间干啊 注意安全 但这栋楼已经卖完了 您可以考虑那边那栋 跟那边那栋 那两栋还可以有可选的 经理 经理 我让经理招待一下你啊 我去 我去 喂 顺 你在哪儿呢 你到机场了吗 我今儿上班送不了你 对不起啊 没事 你干什么呢 我想你 我也想你 你怎么样 你顺利吗 顺利 你干什么呢 我上班呢 那我这会儿我能干吗呀 那你要不 出来一下 我现在干吗呀 我都快下班了 你出来就知道了 陈 给你准备了惊喜 喜欢吗 你这不该在法国吗 你在哪儿 法国就在哪儿 咱们去那边说吧 就在这儿说呗 都是送给你的 喜欢吗 好 你在这儿影响我工作了 我 我 你出去等我下了班 换个衣服去找你 行吗 听话 你害羞亮 你听什么 你让人把车开出去吧 你哥 让我们拉 我怎么干活啊 不许回来了啊 快走 快走 那我外面等你啊 你 我跟你说 他真的就是个误会 郑飞真的没做任何 对不起我的事 他就是请人家 去吃了个饭 我这说半天 都已经澄清的事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那好啊 你现在挨个 跟街坊邻居 还有你们单位同事 去澄清 人信吗 这不是丢老王家的脸吗 索性就趁着这个误会 要么让他回来生孩子 要么跟他离婚 离婚 妈 你疯了 我俩离婚干啥呀 你以为我愿意啊 可是他不要孩子 你说我现在 我一个人在家里 我这 我闲得 我您 我就算求求你了 你 你喂我 你赶快让我抱孙子 妈 我这 人家没说就不要孩子 就是晚两年要 你 你 这不是明摆着吗 人家都上农村去了 一待待好几年 人家这明摆着的 不要孩子 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呀 这不还年轻吗 你急什么呀 对呀 趁着年轻 你们呀 各自都能找着合适的 我跟你说 儿子 你得有个孩子 不说为咱们延后 你将来有个孩子 将来可以照顾你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 这私下也太老了 听妈的 去找她 离婚 我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 你信不信 我把这瓶药 我都吃了 你是不是又头疼 从小到大 我只要一 一惹你生气你就头疼 我就摔了 你吃不吃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妈 你 你 你生那么大气干吗呀 你甭管 你不 我都吃了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现在就去 我这不是这个你好吗 媳妇 我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你商量 我 我马上得去那个 明慧桃园去做直播 一伙子俩再商量 不是 这事真的特 你晚点去行不行 你是不是傻了 你这直播能晚点去吗 晚点去那 那那还来得及 那就是直播 你听我这次真不一样 这事真的很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呀 你这事我都知道 我都说了一百遍了 不就是咱妈 让咱俩要孩子的事吗 这次不一样 那你说 怎么不一样 我妈 不是 咱 咱妈 咱妈想让咱俩离婚 不是 你先别急啊 虽然她那么说 我可没这么想 我这不第一时间来找你 商量这事怎么办吗 你没这么想 你问我干吗 不是 你想想看你 你现在做这个直播 这 你没看那些网友都说啥 都说要喜欢你 要追求你 也不知道你都已婚了 再说了 都结了婚的人了 你去做那个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我都懒得说你 什么年代的人了 你还跟我谈论这个问题吗 是啊 我无所谓 但是 我妈年纪大了 她保守啊 是你妈保守 还是你这脑子出问题了 这样好了 你听我的啊 咱俩现在回家 跟我妈道个歉 然后我们买点 好吃的 好喝的 活活的 真的咱俩抓点紧 赶紧把孩子的事解决了 又把孩子 我把这些 王立 你这个人说话是不是不算数 我刚来这工作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是不是说 大力支持我的工作 对吧 咱俩也商量了 我们晚两年要孩子走了 这个事情你不能跟你妈妈说吗 是啊 我是不着急 我妈年纪大了 我妈着急啊 你相信我 你把孩子生了 你以后爱干嘛就干嘛 工作的事我绝对不干事 行不行 你赶紧给我回去啊 不然我给你翻脸了 不是 郑飞 你现在还想去直播 这都什么时候了 都要离婚了你才去直播 跟我回下 我不去 不是 我为咱俩还好 你怎么还跟我急呢 我手机又没了 姜先生 姜先生呢 标春让我告诉你 他有急事先走了 叫你不要等他了 什么急事啊 说是他爸的什么事情 师傅 姜先生 姜 不去了 不去了 陪你一天了 下班了 陪你一天了 你那宣布了 给他了 都给他了 你帮我看一下行李啊 回头我过来找你拿 这里他有罐手机呢 你先给我吧 师傅 你等一下 我找人帮我借一下花 好的 过来 老妈 明天万便下得挺大的吧 是啊 下午那会儿 大唐经理给我打电话说 姜家把钱包 手机 行李 都落在手楼出了 可是这会儿天气这么差 她住哪儿啊 你还挺惦记她的 没有 那是什么 妈妈 其实她挺好的 所以呢 我有点心疼吗 你说这孩子也是啊 她连学都不上了 太不靠谱了 是啊 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也特生气 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得好好学习先 就这么不靠谱 我要跟她接着往下走 她指不定整什么幺蛾子 可是 可是这狂风暴雨的她 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 她就是再废物 也不至于让大水给冲跑了吧 行了 别想了 睡觉 妈妈 我睡不少 没事 睡觉 来 电话 来 人头 好嘞 谁 这是我们老板给你的 还有10的 还有200块钱 把你找个地方住 还要告诉你 春秋不在这儿 你以后有时候在找料车的 我能不能住这儿 你干吗 我们把这儿拨了 你要是不走 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你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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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你 放你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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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开 开 开 这样 건데 一开始感觉 在快奖 你回来 我还有开 wenn 我请你多估设一下 …… 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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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各位师傅 先停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大前先休息一会儿 喝点茶水成本的好不好 有老板呢 李师傅 来来来 怎么样 跟你想的一样吗 你那个 那个范儿啊 对冲感 是不是就这样呢 李师傅 您这个跟我想的那感觉 不太一样 哪儿不一样吗 那个我 我拿图纸啊 等 等会儿 你不是说不用图吗 就是感觉对了就可以 这不你说的吗 关键是现在它感觉它不对啊 你看我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这儿啊 我要延伸到池塘里面 这儿呢我要采光阳光房 你不是说要一个现代的感觉 跟老房子对冲吗 这不是 是 我是说要这种老式建筑 和现代文艺的这种 都和的对冲 是是是 不是不是 那个 我我我 我要的是个阳光房采光 我要一个玻璃屋子 不是 那你没说明白吗 那我那图上它画得明白 你那个图纸画得很抽象 那谁能看得懂是不是 那我走的时候 您不是说好了 您明白了吗 你走的时候只是说了一个对冲感 我就感觉这个就是对冲感 那你说现在这这 我们都干到这种程度了 你说怎么办 那 那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呢 干哪 干哪 干 你看这怎么还急上了呢 我 我这样 李师傅 我我 我 我跟您再 再说得明媚一点好不好 我要的是一个采光房 全是玻璃 您这儿现在全都是石头 给呼死了 那光得进不来 你听我说 你要的那个采光房玻璃也好 它得有承重墙 承重墙织不起来这玻璃 它怎么封顶啊 不是 它是承重也好还是 不是 那是您的专业 它不是我的专业 它必须得有承重墙 要不然玻璃它撑不住 我要的感觉是采光 您能不能按照我的 你 您改一改 改一改 对 对 我们这么多人费了那么大劲 这气起来的墙 你一句话改一改 说改就改一改就改一改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怪我了行不行 我没说明白 行不行 你要这么说呀 那还差不多 我理解的一点 错没有 是你小伙子 你没有讲清楚 都怪我太年轻了 那您 您看 您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 这是延伸 是延伸不就玻璃延伸吗 这 这十里八村 你打听打听 哪家房子不是我盖的 我都 都明白 谁家的盖房子 不留个窗户啊 不就玻璃延伸吗 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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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啊 你放心吧 明白了啊 避空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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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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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好 好 我你就带她说 你小伙子 你打个电话 你们两个女士 就 然后你否则 否则 许晗这个人我瞭解 你看 他呀 这嘴硬 心疼了 他这个事他早就知道自己错了 他走神就是不睡了 我说你别笑了 真的 就你们两个那事 我跟你说似多有次了 他脾气那么大 就提到这个事了就 连句都不说了 这说明什么 说心里能闻了呀 行了 你就别替他编了 我 我 这个事我做的不错 你也不用替他说话了 太让想明白了 这些自然就解决了 这话听了 这么说 我问你啊 他的民宿是要开业的 你现在正忙活着呢 找的工人都挺棒的 都是咱们这个 博强本地的工人 剩下的事我能自己完成 你去忙你的吧 不要 你会有朋友啊 他民宿第一天开业 一定乱立你前销了 行 那就是我代表你 去过那儿 来 别 你去他那儿就是去他那儿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吹你们俩是 别掺上我啊 完了 请坐 都怪你 坐废一个 我这怎么没事捣乱呀 对不对 我这怎么能是捣乱呢 行了 行了 你赶紧走吧 别在我这儿待着 你们俩的比什么网 非为比将领 注意安全啊 也许每一座情勝 都有雨 与谁相伴 才会圆满 也许每一张照片 都期待会有笑颜 天满不淡 像黄凉的夜晚 你随星辰将我渲染 聚散泪暗 我一生一生 不为风寒 不去流言 一路追赶 只愿愿感 也是我确实的那一番 你是我眼中的青山 风陀那天空 更未来 灿烂的笑颜 美好的潜满 像座绿水与你围盘 你是我心中的青山 等住了时间的芬范 有你出心啊 有你出心啊 坚定的简单 愿作绿水与你围盘 愿作绿水与你围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